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2月6日 切尔达火兵华伦西亚 周一凌晨4点 切尔达与华伦西亚将在前者主场展开一场西甲较量 两队近期的整体状态较为接近 彼此均缺少足够的营球资本 本轮一场激战成何在所难免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切尔达经济表现相当一般 15轮西甲踢完 球队直路得4胜4和7负的魏如理想战绩 暂击16分排在积分榜的中下游位置 同时与降班区域的队伍相差也不大 稍有不慎 球队就会陷入保祖的漩涡之中 攻击端火力薄弱是切尔达的硬伤 球队至今仍然依靠老将一亚高 安斯伯斯冲锋陷阵 虽然这位已年满34岁的锋陷老将油箱里还有油 至今攻入6个联赛进球成为队内最佳赦射 但是其队友给予他的支援太少 除了辛迪米拿有5球进账之外 其他队友加起来只贡献5个联赛入波 这也让对手可以针对性进行不防 另外 切尔达的主场战斗力也并不靠谱 前8次联赛主场出击 球队只取胜一场却输足5场 他们也是整个西甲主场战绩排名倒数的队伍 稍稍令球迷有点信心的是 切尔达目前的状态还算稳定 上仗评级辛迪米拿和伊亚高 安斯伯斯在上下半场更入一波 切尔达做客击败埃拉维斯后 最近四轮西甲球队保持不败 其中还包括一场半场0比3落后 却最终3比3战和巴赛龙拿的经典比赛 相信切尔达金杖主场宝和征胜 还是较有希望 阵容方面 中场泰亚高加哈亚度因伤缺阵 昔日的西甲老牌竟旅华伦西亚 最近几个赛季的表现令球迷大失所望 在2018-19赛季还能杀入前四的蝙蝠军团 在之后的两个赛季分别仅为狙击分榜第9和第13位 而来到经济 华伦西亚的表现仍然没有起色 战至目前 球队只取得4胜7和4负的平庸战绩 与切尔达不同的是 虽然华伦西亚也较为依赖攻击和新卡路士 苏拿的发挥 但是现今多达10名球员有为球队贡献入波的攻击演出 也算得上是多点开花 不过华伦西亚的后防线演出就较为失色 现今的军场失波数达到1.4个 他们也是排名前13位球队中失波数最多的队伍 雪上加霜的是 在加比尔保利斯达和泰亚利哥利亚这两名后卫 仍然伤势未遇的情况下 后卫迪米杰科基亚和莫达 迪亚卡比上仗又双双染黄 他们也因此累积黄牌满额需要停赛 华伦西亚后防线面临人手不足的困境 当然 华伦西亚也有一定的拿分资本 那就是最近四轮联赛他们同样保持不败 其中对手还包括目前排名积分榜前两位的 马德里体育会和皇家苏斯达 本轮挥军巴莱多斯球场 华伦西亚同样有全身而退的希望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我们来订阅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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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